逛完了星辰古城墙 咱们去打卡一下 陈丰他那拍摄地 一共五个地方 线路都帮咱们规划好了 陈丰他那讲述的是 80年代星辰泳装人的创业故事 星辰的很多建筑 都具有那个年代的气息 这部电视剧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原型就是星辰泳装的领头人刘雪燕 如今的星辰泳装 已经沾全球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 被誉为中国泳装之都 首先是周宅 这是一栋辽西特色的 民国四合院建筑 原主人叫做周永吉 陈丰汤浪的彭景西家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室内的布置 还是电视剧里的样子 这里面免费参观 然后咱们去第二处 供校社 在这里走 有一种穿越到小时候的感觉 墙上填满了泳装的照片 横幅上写着 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这里还有一间宁远州第二小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建筑 清朝的新城叫做宁远州 现在我们去第三处 锦西泳衣加工厂 这就是电视剧里面 彭锦西开的加工厂 叫做锦西泳衣加工厂 彭锦西这个名字也不是乱取的 因为葫芦岛原来就叫锦西 1994年才改名葫芦岛 然后咱们现在去第四处 贾为民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现在还在营业呢 咱们就不进去拍了 喜欢的可以来搞一杯咖啡 找那个第五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转了半圈都没找到 好神奇的天气 太阳在天上下雨了 工厂局实在没得到 除了城墙和钟鼓楼 城里面还有都师府门庙 将军府城隍庙宵远一站 现在去参观